歡迎超級強力女手 胡琼依妳好 歡迎來到台北新姐姐 再次跟大家打個招呼了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胡琼依 妳們有沒有比電視上漂亮 有 謝謝 馬上呢 聽說妳9月6號 有一個無限音樂會 在哪裡然後妳怎麼去 就在ATT國泛的7樓 然後大家可以到 所有的便利商店 都已經可以買到票了 就叫做胡琼依 無限演唱會 9月6號禮拜五的晚上 會大唱帶非常多 那如果是賣票演唱會 通常壓力都很大 會帶來一些特別的表演 對不對 非常特別 而且大家完全沒有看過胡琼依 會做那樣的事情 可以預考一下嗎 比如說 就是有一些肢體上的不一樣 會跳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你雙雙會他幫你呼呼 他幫你呼 有聽過嗎 安心雅的呼呼 對 有可能會是裡面 其中一個曲目 但是我們會有 雙雙的有一些改編這樣子嗎 畢竟你知道 我可能本錢沒有那麼大這樣 有本錢嗎 有嗎 來點掌聲胡琳 對 所以現在跟樂團在胡琳的排練之中 對 沒錯 然後還有Dancer也要一起來練習一下 Dancer也要一起來練習一下 很期待9月6號 無限演唱會在 AT禮果飯的Showbox 對 那今天來到我們台北清水節 那妳是台中馬來人對不對 對 是不是 這個是新的名字 但是非常酷 對 對 台中馬來人 所以馬來西亞 那有我們台北這麼熱嗎 沒有這麼熱其實 就是因為台北是盆地的關係 所以其實熱空氣都會在盆地的上空 就是一直環繞這樣子 但是馬來西亞因為它的地比較廣大 然後常年如下 對 但是會有涼風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很熱 就到自然水源去玩玩水 對 清水那邊 清水公園那邊 對 可以玩玩 除了之外 然後我們那邊有很多噴水池 很多照相 妳剛剛都很棒 當妳幾歲的時候 搬到台灣來住的地方 我其實是24歲來念書 風加大學院 風加大學院 對 然後就開始在大三的下學期 然後就去比賽 就是超級有像大家熟悉的那個比賽 所以妳中文一點那個 想聽都沒有 如果大家想聽的話 我也可以啦 就是表現一下 馬來西亞人的想調 那是通常是怎樣的 通常比如說 欸 你們好不好啊 是保留沒有 喔 有這種感覺 如果是新加坡的英語就是 喔 妳享受啊 享受 開心啊 搞開心嗎 妳可以搞開心嗎 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子 所以就好像水龍頭 妳可以關掉跟打開對不對 對 就是可能頻道 就是換一換這樣子 所以妳在念書 在台中逢甲念書的時候 妳就住在宿舍 哪還是自己有什麼樣子 住宿舍後來才辦出來 那妳在自己住或住宿的時候 有什麼省水的騙博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呃 其實我是到就是 畢業以後 因為之後我就住房子 然後在台北住的時候 我就記事到省水的重要性 然後我買的家具 都會有那個省水標章 喔 那個水平標章 就是像洗衣機 對對對 那如果喜歡泡澡的話 我就盡量不要在 不要在家裡用 因為現在一個人有 但可能知道一個人 比較公共的 因為他們有開 比如說三溫暖之類的 就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發現有一次 我泡澡了之後 水費飆升超高的 哈哈 就發現就是其實 泡澡雖然就是 可以養顏美容 但是我想運動也可以 就可以換一個方式嘛 對啊 那個副處長說 如果你泡完澡之後 其實不要那麼快放水 對 帶一個瓢子 可以沖下碼頭 也是蠻酷的一個方法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愛不愛泡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留下來 做很多別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沖涼 也是蠻好的選擇 對對對 當然馬上 絕對話叫我演唱 你現在的狀況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不管是歌聲 到你現在現場的魅力 如果可以的話 待會一兩首歌 你可以下去跟大家 來握一下手嗎 尤其是後面的朋友 你在嗎 有想要握 胡琼音的手嗎 這好遠好遠 他們有 他們有一種好 閉一氣的感覺 如果你很需要握到明星的時候 要用力的揮手好不好 接下來把時間 再次交給胡琼音 好 謝謝 接下來第二首歌曲 叫做 木荒 其中有一半的詞 是我寫的 然後 希望大家聽完了之後 你們心裡的 比較荒芜的地方呢 都能夠重新的 就是再度 生長出茂盛的森林 木荒重演 林忠祂 笠 有 劉